本土剧中饰演医生替病患手术协助重建彩色光明 但现实生活中为孩子好多年喜剧 却差点让自己变成黑白人生 头部遭化伤 手指流着鲜血 屋内到处血迹斑斑 还有打斗痕迹 22号晚间8点多新北市中和传出 儿子持刀砍杀爸爸的逆轮事件 凶贤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 两年前公立高中毕业后 没有考上理想大学决定重考 却没有埋手苦读 而是宅在家打线上游戏 20号担任老师的妈妈回家 看到儿子又在打电动念儿子 你就是没有用不念书还在打电动 儿子被激怒计划拿刀行凶杀妈妈 但当晚妈妈加班躲过一劫 爸爸先回家 不孝子决定先砍杀父亲 是不是真的爸爸有吵架吗 为什么会这么不满 看到爸爸回家就立刻拿刀吗 为何狠心下手凶贤坦诚 全因为父母管教 对这位孩子的期望很大 历史压力太大 然后才心生贤 才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的父母 为孩子好父母用激将法 希望儿子能够奋发 但万万没料到换来是儿子暴怒 吃刀砍杀 记者新北市最后报道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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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